梁石秋曾说 文章要深 要远 要高 就是不要长 他的散文有哪些特色呢 陈信元教授有着这样的见解 我们看梁石秋的散文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的文字都不长 大概在两千字左右 当然我们看这么一篇 这个非常长度适中的散文的时候 其实我们还发觉到他另外一个特色 他的散文其实是非常的简洁 简单 他不会很啰嗦地去陈述了很多的问题 所以从他的散文当中 我们其实可以发现一种简洁的美 他的这样的一种简洁 其实是来自他小时候的 他的国文老师给他的一个教育 因为他有时候写文章也是写得非常长 但是老师就在上面就会大肆地去删箫 就把它删成几百个字的文字 那一开始的时候 梁石秋他会觉得非常不以为然 但是后来慢慢地也了解 老师的用意在哪里 所以我想写散文 我们其实就是简洁干净 能够把心里面的情思把它表达出来 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在梁石秋的散文当中 你还可以发现一个特色 它是属于文摆夹杂 他自己说过 我的文章是文摆夹杂 那我的人说话也是文摆夹杂 那他这段话其实他会给我们一些启示 就是说你用白话文来写作 但是就是说你要写得非常不啰嗦的话 你要去掉那些虚字的话 那你最好你去训练自己 就是说有一点点一些文言文的训练 把文言文的简洁 其实他也可以把它放置在你的白话文里头 所以白话文要写得又好又美 他曾经推崇过两位 一位是余光宗先生 一位是张晓峰女士 他认为在台湾的散文当中 大概这两人的散文是写得非常好 但他很自谦 他没有把它自己摆进去